女主被奴隶伤人拐走 而作为最先死掉的反派 她为了保命偷偷现温暖 结果却变成女主的心肩宝贝 被两位主人公所争抢 最后进进了公爵家当团宠 梅洛十岁时发现 自己一直活在小说世界 五岁的女主因车祸失去了母亲 而拐走她的奴隶伤人联合女儿 对她进行长期的虐待折磨 最后母女俩被公爵就地处决 得知命运的梅洛却妈妈辞职 母亲却警告她不待就滚 梅洛放弃了第一次行动 于是过了一年 母亲执意把女主角带回来的日子 她的第二次行动开始了 如果对女主友善一点 至少可以保住性命 但是这个目标有两个障碍 首先就是妈妈 只要撞见女儿照顾孩子 她就连带着两人一起骂 等母亲走后 梅洛小心翼翼地端来饭台 你是叫洛雷塔吗 项链上课的是这个名字 女孩只顾着哽咽 蜷缩着身子的模样 有点让人心疼 把盘子轻轻推过去然后离开 从门缝观察着女孩的一举一动 可能是饿了太久 洛雷塔谨慎地转头 藏在毯子里慢慢挪动 看女孩对食物很满意 梅洛松了口气 但很快就被发现 她端起盘子又躲到角落里 到了晚上 梅洛拍了拍床 在我房间的床上睡吧 虽然对于贵族姑娘来说很简陋 但总比睡在椅子上要好得多 洛雷塔很快就卷成球 开始微微哽咽 不能尽情哭泣 梅洛小心翼翼地伸手 本想安慰可怜的孩子 但她不忍心再靠近 现在对洛雷塔来说 她是奴隶贩子的女儿 但梅洛没有放弃 一直努力照顾她 大约过了两个星期 她没有逃跑也没躲起来 这是对自己敞开心扉的征兆 晚上下起了暴雨 洛雷塔跑到她房间 一把抱住了梅洛死死不分开 看起来好像很害怕什么 难道是妈妈又打你了吗 不知所措之余 她决定先打开窗户 有凉风吹过 也许能抚慰洛雷塔的心 但哭声却更大了 她又赶紧关上窗户 或许因为那场失去妈妈的雨 让洛雷塔心里有了阴影 她安慰女孩 用双手捂住耳朵就听不见了 靠着床脚的洛雷塔慢慢转过身 梅洛握住两只小手 一到女孩的耳朵 这样挡着怎么样 雨声会不会小一点 对着泪流满面的洛雷塔 她努力地笑了笑 二人躺在一张床上 梅洛小声哄着她 你很快就会幸福的 不要害怕 睡吧 果不其然 公爵隔天就找到了女儿的行踪 保护被妈妈拐走的女主 结果反派竟变成了团宠 自从睡了一夜后 女主渐渐对梅洛敞开心扉 在纸上画出他们手牵手 然后一脸球夸夸地炫耀 梅洛奖励她一块小饼干 洛雷塔笑嘻嘻地吃起来 之后二人玩起过家家 梅洛却被迫当宝宝 当她问谁来当妈妈 洛雷塔的小脑瓜表示不清楚 貌似根本不知道母亲的存在 梅洛心疼地祈祷着 希望小家伙快点回家 洛雷塔再次问道 梅洛也一起回家吗 这问题难倒了她 这里就是她的家呀 听完小雷塔哭唧唧地掉下眼泪 如果梅洛不来的话 就不能帮洛雷塔堵住耳朵 原贩子妈妈闻声赶来 你这小不点 再吵吵就把你嘴塞进分球 之后摔门而去 房间没了声响 梅洛小声安慰她 洛雷塔强忍着眼泪 想和梅洛一起去别的房子 不久之后 母亲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小不点的身价比想象的多呀 真是有福气 以后你得小心点照顾她 见女儿无视自己 妈妈训斥她蠢笨 梅洛顶嘴自己才不笨 这回彻底惹恼了她 滚烫的热汤掉了下来 正好撒到了梅洛的腿上 一股震痛传来 出现了很明显的烫伤 小雷塔慌乱地爬下椅子 却不料被汤汁滑倒 一整个人都摔了下去 梅洛不顾疼痛 连忙上前查看 妈妈指责她快去找医生 梅洛连外衣都没劈 就跑了出去 虽然秋雨绵绵 但跑步的速度并没有减慢 她在雨中一直后悔 如果不顶嘴 雷塔或许就不会受伤 绊倒她的石头 反而让她的头脑变得清晰 在她匆忙奔跑的身旁 一辆贵族马车驶过 但梅洛并没有注意到这件事 很快 她找到了村里唯一的医生 二人骑马赶回家 却发现房子前停了辆马车 梅洛这才反应过来 今天是雷塔离开的日子 因为母亲是罪犯 所以为了梅洛不被牵连 医生会冒险把她藏起来 但雷塔的伤怎么办 此时房子里走出一名男子 小雷塔抱着小熊紧跟其后 梅洛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小说的第一章结束 但很奇怪 一直希望雷塔能快点回家 过上幸福舒适的生活 可现在竟然有点伤心 突然母亲被人拖出来砸在地上 见状医生催她快离开 却听到有人在呼唤她 只有雷塔才会这么叫她 隔天 华丽的马车 叫她快乐的女孩都不见了 留下的只有那张图画 梅洛心里很清楚 自己再也见不到那孩子了 那些快乐的时光也会消散 如果这个时候雷塔在的话 她会安慰我们 不知道是不是出现了幻觉 竟然在身后听见了她的声音 两只小脚印入眼帘 他们同时展开双手 小雷塔猛地扑进梅洛怀里 只因女主的偏爱 她就从反派变成了团宠 看见梅洛掉眼泪 小雷塔立马扑进她怀中 是谁把梅洛宝弄哭了 雷塔姐姐替你揍她 就像是以前过家家一样 她再一次安慰到了梅洛 因为喜极而起 梅洛止不住地打嗝 但本该回到公爵家的女主 怎么又回到了这里呢 这是一个男人避水给她 你就是那个奴隶上的女儿吧 梅洛吓了一跳 她就是小说封面上 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父亲 罗瑞特塔 梅洛赶紧俯下身认错 公爵是个明辨是非的人 因为她不是母亲的帮凶 所以并没有惩罚她 反而还要赞助她去孤儿院 但这也意味着 他们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 小雷塔不想和梅洛分开 以前害怕雨的时候 梅洛会捂住自己的耳朵 所以我呀 非常喜欢梅洛 你喜欢洛雷塔吗 梅洛抓紧她的小手 当然了 梅洛也很喜欢洛雷塔 听到此话 小雷塔高兴地欢呼 那么洛雷塔和梅洛是相互喜欢的 昨天没有梅洛陪在身边 我哭了 爸爸是个福星 所以请让洛雷塔和梅尔待在一起 女儿的第一次请求 是把奴隶的女儿带回公爵家 光是和梅洛重逢 脸色就缓和了很多 心情也确实比昨晚好了 之后公爵询问她的意见 梅洛考虑了一会儿 如果留在村里学医 说不定会生活得更自由 但她不能对雷塔放任不管 梅洛清楚地了解 女主以后会经历的苦难 而她希望雷塔能一直幸福 那么只有自己 才能让雷塔的未来朝更好的方向改变 梅洛答应了下来 之后她找到老师 告知自己将会去首都的消息 老师给她带了些药草 并叮嘱她如果遇到困难 可以随时回到这里 还有一个请求 如果在首都见到我儿子的话 别忘了给她一拳 臭小子连消息都没有 去吧 愿上帝的祝福与你存在 上了马车后 小雷塔趴在她的腿上睡觉 看得出来 女儿很喜欢她 这时梅尔小声说道 雷塔丢失了以前的记忆 可能是受了太多刺激 她已经忘了妈妈的存在 也因为那场事故留下了阴影 所以还需要时间恢复 但她敢保证 洛雷塔一定是公爵的女儿 不只是外貌相似 闪闪发光的感觉也一样 公爵愣住片刻 之后表示 她欠梅洛一份人情 很快他们回到首都 侍卫赶来禀告 皇帝陛下有急事召见 只好先把他们送回了公爵府 出来乍到的梅洛被要求洗澡 结果却遭到了侍女的嫌弃 小雷塔也被黑发男孩盯上了 反派被女主带回了家 结果却被她宠上了天 三位哥哥竟开始疯狂争宠 两个小家伙刚到家 梅洛就被要求洗澡 凶巴巴的奶奶告诉她 不要像臭羊羔一样 赶紧把那块臭不脱了 却不料 梅洛被热水烫到了手 本想亲自倒一些冷水 奶奶大步上前阻止她 吓得梅洛一声都不敢知 但实际上 她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热乎乎的水和精致的玩具 注意到女孩身上的淤青 奶奶沉默了许久 之后为她上了药膏 到了晚上 小雷塔张大嘴赞叹着 这是奶奶给她的睡衣 两小只聊了许久 直到小雷塔打出哈气 梅洛为她盖上了被子 隔天清晨 一道人隐罩在被子上 梅洛还以为是奶奶 结果却听到了男孩的声音 这个又小又丑的人 就是鲍德温的一员吗 梅尔瞬间意识到 她是女主二哥罗尼 按照小说发展 她下一步会捏醒熟睡的雷塔 梅洛及时伸出水制止 将手放在嘴边让她安静 突然出现的女孩 看罗尼不知所措 满脸通红地甩开手 下一秒就摔倒了 嘴里尼喃着可恶 那个奇怪的丫头是谁 梅洛朝她走近 之后伸出手关心 不要紧吧 罗尼不自觉地后退 起身怒斥着对方是骗子 他们总是随便带着女孩回来 说是她丢失的妹妹 但那些人都是假的 撂下狠话就摔门而去 梅洛早就猜到她会如此 等小雷塔醒来后 出门完时恰巧碰见了爸爸 手舞足蹈地表示 爸爸是洛雷塔的大宝贝 以后洛雷塔也会成为 爸爸的小宝贝 公爵迟钝地说了声谢谢 见女仆们走来 小家伙又趁机跑了 公爵嘱咐管家 把尖锐的家具处理掉 但管家提议去看看小姐时 公爵却拒绝了 女仆们听后都猜疑 洛雷塔是不是公爵真正的女儿 所以当她把这个问题 抛给正吃着甜品的小姐时 小雷塔表示确定 但不是祭司说的 而是梅洛说的 女仆不耐烦地补充道 就算梅洛陷入危险也没关系嘛 如果不能证明 您是公爵真正的女儿 梅洛小姐就会因为说谎 被关在监狱 晚上她问梅洛 怎么做才能让公爵满意 梅洛想了想 让她跟着自己深呼吸 然后再呼气 尽管洛雷塔什么都不做 公爵都会喜欢您的 小雷塔将白天的事说了出来 并问梅洛 公爵是个善良的人吗 她将公爵今日的关心之举讲了出来 雷塔很快就改口 听到女儿说喜欢自己的话 门外的公爵笨拙地问管家 孩子能喜欢我什么呢 反派意外当上团宠 女主和哥哥争抢一个塔 就连冷漠公爵都被俘获 给两个小家伙 送了顶天蓝色的羊帽 小雷塔兴奋地戴上 开心地围着他们转圈圈 梅洛也戴上了那顶羊帽 管家和夫人一脸满足 但女仆却从中作稿 将公爵对她突然地关照 归功于自己的身上 多亏小姐照我的话撒娇 才得到了漂亮的礼物 在她得意洋洋时 小雷塔朝远方看去 直到看见目标人物 她立马跑了过去 等女仆回头时已经晚了 是女长一脸阴森地看向这边 之前梅洛就告诉过她 只要小雷塔再受到欺负 就去找凶巴巴的奶奶 女仆继续狡辩着 小姐年纪还小 肯定是说错话了 小雷塔回头将那天的话复述 在祭司承认 雷塔是公爵的女儿之前 只有向公爵撒娇讨好 才能保护梅洛 女仆对此盖部承认 奶奶一把撕碎了家族徽章 她这才意识到了问题严重性 立马归地承认了错误 见夫人不吭声 转身将怒气撒向雷塔 好不容易才进来这里 就因为你这个小鬼 巴掌落下的瞬间 梅洛挡在小雷塔身前 请不要碰小姐 不出所料 女仆被解雇了 小雷塔并未在意 而是举起叉子询问 我可以吃胡萝卜蛋糕吗 大家一起吃好吗 夫人与管家相视一笑 其乐融融的画面相当治愈 很快这件事传到了公爵儿里 她拐弯抹角地问管家各种问题 但实际最想问的话 还是没说出口 那两个小家伙收到帽子后 是什么反应 这时梅洛敲响了门 她是来道谢的 因为洛雷塔睡着了 所以只好替小姐来了 看来是因为忙着茶会 梅洛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洛雷塔小姐很熟练地迎接客人 如果您也一起的话肯定 话没说完就被公爵打乱 我不太喜欢喝下午茶 嘴上说着让她回房睡觉 实际上却心里想着 脸色这么苍白 身体不舒服吗 走前梅洛留下一句话 帽子很漂亮 谢谢 我会珍惜的 传达完感谢后女孩就走了 公爵呆地说了句好 之后的这几天 梅洛都在厨房度过 但夫人却告诉她明天就不能来了 家族派来了三位长老 并提醒梅洛 大晚上不要一个人乱过 不然会出大事的 梅洛路过走廊时一阵阴森 想起夫人的那句话 她更怕了 这时身后突然出现一只手 梅洛一个转身躲了过去 怎么是罗尼少爷 女主把反派姐姐带回家 竟成了重心捧月的团宠 可大长老却要赶走他们 二哥罗尼半夜赶来提醒 一脸凝重地让梅洛靠近 凑近耳边讲起了悄悄话 小心长老们 他们可能会想方设法地赶走你们 尤其是大长老 比起感激 梅洛对罗尼多得更是震惊 援助中最刻薄的二少爷 现在竟然在担心他们的安危 梅洛表示自己会转告小姐的 小姐应该也知道少爷很担心她 罗尼傲娇地大喊 我疯了吗 梅洛突然开了个玩笑 那就是在担心我吗 听完她刷的一下站起来 背对过去趴在了沙发上 梅洛赶紧改变态度 对不起少爷 梅洛冲她吐了吐舌头 隔天一大早 两个小家伙被迫强制开机 梅洛询问这是怎么了 女仆们一脸激动 公爵又给他们送来了礼物 看着可爱到爆炸的小姐 迫不及待地打开礼物 这次是镶嵌着宝石的绿色蝴蝶结 而另一边 公爵被长老们施压 他们坚决不允许 擅自把奴隶犯的孩子带回家族 公爵表示那孩子是他邀请的客人 大长老淡定地开口 公爵你也知道 不管任何理由 肮脏罪犯的血脉 不能进入神圣的鲍德温家族 哪怕一个脚趾头也是玷污 想必前任公爵也绝不会允许 公爵不为所动 请谁来做客是主人的权利 房间一片寂静 这时管家传来消息 神殿的答复来了 到了晚上 梅洛让小雷塔带上他最喜欢的枕头 按照小说剧情 长老们为了阻止女主去神殿 偷偷地把她带出了宅院 所以她要带雷塔去最安全的地方 深呼吸后 鼓起勇气敲门 门很快就开了 梅洛鼓起勇气说道 你能帮帮我们吗 公爵正愣片刻 梅洛解释为了以防万一 罗尼少爷告诉我们要小心 公爵就是最可靠的人 因为当女主被绑走时 他比任何人都拼命地救雷塔 公爵表示知道了 他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梅洛起身表示感谢 刚要离开 小雷塔努力睁开眼闻 为什么不陪他一起睡 公爵隐约地想起长老的话 但下一秒被喊声打断 不是的 洛雷塔没有梅洛会哭的 粘在梅洛身上不放 之后转身给公爵比个赞 这让梅洛有点尴尬 却不成想公爵也回了个赞 小雷塔成功地把梅洛留了下来 公爵想起是女长的话 像个小羊羔 这时小雷塔拍了拍床 他也给公爵留了位置 反派女孩被大反派绑架 唯一偏爱他的女主即哭了 小雷塔前脚刚走 长老就要赶走梅洛 一把扯下他的蝴蝶结 又给了他一笔辛苦费 见梅洛不肯服从 长老却将他扯进马车 说要带他去找奴隶犯母亲 梅洛陷入了恐惧 如果母亲出狱后 一定会最先把自己卖掉 长老斥责他是个不孝女 梅洛不断地哭喊求放过 夫人纹身赶来 一把推开了长老 看着浑身发抖的梅洛 他轻抚女孩的脸安慰 没必要连封老头的话都听 梅洛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 但长老却不依不饶 夫人大声训斥 在公爵面前哼了几句 就可以无法无天了吗 你们只是思想顽固的老头 突然喷着一声 长老一拳打中了他的太阳穴 梅洛一边喊着奶奶 一边跑过去扶起他 但下一秒却被捆住了 弱小的身体无法做出任何反抗 很快 梅洛被带进地下监狱 对面囚禁着衣衫蓝绿的女人 跟你妈妈打个招呼吧 只要你永远离开首都 你们就不会受到任何麻烦 几小时前 神殿已经确认 洛雷塔小姐是公爵的女儿 小雷塔十分淡定地问爸爸 我现在可以去找梅洛了吗 但回到公爵府后 却被长老告知女孩带着钱离开了 公爵并不会轻易相信他们 除非亲耳听到他说 见状长老连忙喊住公爵 应该不会要把他从妈妈身边夺走了 梅洛小姐正在监狱与母亲团聚呢 但是洛雷塔想见梅洛 于是长老提议 自己的孙女可以代为陪完 小姐很快就会忘记那抽丫头 听完小雷塔不乐意了 洛雷塔绝不会忘记梅洛 这时夫人走来 与此同时 母亲恳求长老放自己出去 之后质问梅洛钱到底在哪 听女儿说一落在了公爵府 母亲顿时大发雷霆 梅洛低下头不曾道歉 别骗我 是为了把妈妈留在这里 你自己独吞钱财 对吧 他疯狂地摇晃女儿的身体 快给我 那是我的钱 掐着梅洛的手越来越用力 若没有铁蓝绑在两人之间 恐怕还会变本加厉 望着这个样子 狱长将他踢到一边 转身回头时 却看见了熟悉的人影 如果不马上一开那只脚 我就把他砍掉 女主将反派养成了团宠 公爵也将他们视为心肝宝贝 当他看见梅洛受欺负时 举起剑就要将守卫的狗腿剁碎 之后他拿出钱袋还给了梅洛 没有早点发现你不见 对不起 他尊重梅洛的想法 只要梅洛愿意 就可以放母亲和他离开 这些钱也足够他们生活了 梅洛很纠结 他怕自己在未来毁了他们的幸福 公爵告诉他不必在意将来 没有你的话 洛雷塔从今晚开始会一直哭的 在犹豫的一刹那 从监狱的黑暗中传来哀求 梅洛你不会丢下我的 对吧 我当初那么做 是为了抚养你长大 但只要有这笔钱 我可以停止卖奴隶 由于他越来越接近旋律 公爵让骑士们阻止他 梅洛表示没关系 母亲的脸上挂满了喜悦 乖女儿 我就知道你会救我 但他的目光却始终盯着钱袋 梅洛粗暴地扔下他 祝你和亲爱的女儿幸福 母亲赶紧抓住掉在地上的金币 梅洛退到公爵身旁 看来他找到了真正的女儿 公爵很快就懂了梅洛的意思 监狱里不能有私有财产 女儿就要被看守抢走了 之后梅尔寒心地离开了 他为自己无理的行为向公爵道歉 但公爵并未在意 而是问他怎么想的 要不要回公爵家 梅洛的内心犹豫着 突然听见有人叫自己的名字 只见雷塔飞快地朝他跑来 一把扑进梅洛的怀里哽咽 于是他做好了决定 回到家后女仆告诉他 小姐是如何打败长老的 毫不屈服的模样像极乐公爵 这时小雷塔带着娃娃跑进来 在梅洛受伤的腿上轻轻吹气 一定很害怕吧 梅洛吞吞吐吐地开口 你为什么喜欢我 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 这个问题有点难 但他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梅洛 梅洛止不住地掉眼泪 他也超级喜欢雷塔 不久后 大公子得知妹妹回来后 很快就赶回了家 但小雷塔很不开心 不管女仆问什么 她都不说原因 苦恼地趴在窗边嘀咕着 生活太苦了 在女仆的追问之下 小雷塔告诉他这是秘密 一定要保守 哥哥之前告诉他 梅洛和雷塔不是一家人 所以不能一辈子在一起 干脆让爸爸给我生个梅洛吧 听到那可爱的抱怨 女仆想忍着笑意 小姐是想让梅洛成为 鲍德温家族的一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即使公爵不生下梅洛也有办法 小雷塔满怀期待着答案 女仆把结婚二字提到嗓子咽 但很快又咽了下去 之后跟同事谈起这话时 小雷塔悄悄地跟在她后面 恰巧听到了全部谈话 她恍然大悟地拍了拍小手 一边跑一边感谢女仆 这下全完了 女主为了和反派成为一家人 势必要撮合她与哥哥们结婚 因此管家成了小雷塔的帮手 她让梅洛代替自己 为大公子每天送下午茶 因为不想让她失望 于是梅洛向她保证 自己一定会尽力而为 奶奶告诉她不要逞能 虽然看起来凶巴巴的 但梅洛知道 奶奶是在关心自己 到了夜晚 大公子回到府邸后 管家为她介绍着府内的情况 提到两个小家伙时 克劳德莫名起了兴趣 隔天兄妹二人很快就熟络起来 看着他们玩得不亦乐乎 梅洛止不住地感叹 不愧是克劳德鲍德温 宠妹狂魔第一人 在前世看过的小说中 他最爱的角色就是克劳德 时常也会幻想 如果自己有这样的家人 会是什么样子 抬头对视的一瞬间 就被耀眼的容颜刺得睁不开眼 克劳德感到很有趣 我看起来有那么奇怪吗 甚至连眼都不敢直视 很高兴见到你 梅洛小姐 这是小雷塔跑来说的 洛雷塔一直在乖乖等梅洛 梅洛问他为什么 小脸蛋突然害羞地红了 结结巴巴地开口 梅洛和雷塔互相喜欢 对吧 所以 我希望梅洛嫁给洛雷塔 听到这话两人同时论你 小雷塔向他保证 洛雷塔会让梅洛幸福的 听着小家伙可爱的告白 梅洛把他紧紧地抱在怀里 身后却突然袭来一股寒意 梅洛意识到了危险 等到下午送茶时 虽然很怕怕 但他还是鼓起勇气敲了敲门 很快门开了 克劳德友善地打了声招呼 听说你想学习首都的礼节 是因为想陪在雷塔身边吧 我会永远陪伴洛雷塔小姐 不经意间吐出的真情 让克劳德的脸渐渐冷下来 梅洛立马反应过来 自己招惹到了少爷的嫉妒心 但很快他又和蔼可亲地说 好的 再见 砰的一声门关上了 什么情况 隔天他又抛出了诱饵 你不想听我和洛雷塔小姐 第一次相遇的故事吗 结果克劳德却没什么反应 之后的每天 当他和小雷塔在一起时 他对梅洛就表现出亲热的态度 下午送茶时依旧吃了闭门羹 紧接着 就看到大厅乱成一团 公爵要辞退一个庸人 因为公爵最讨厌的 就是骗子 女主向反派求了88次婚 却惹得妹控哥哥起了嫉妒 妹妹在时她和蔼可亲 妹妹不在她就将她拒之门外 今天一如往常的送茶时 发现克劳德不在 她默默地把茶放在了桌上 却偏偏在离开时 梅洛与克劳德迎面相撞 为了护住摔倒的梅洛 她的手被热水烫伤 但好在梅洛平安无事 她赶忙起身去找冷水 却被克劳德阻拦 不是多大的伤 让下人去拿就好 为了缓解梅洛的情绪 克劳德让她从一数到一百 直到冷静后 克劳德温柔地询问怎么样 有一点放松了 梅洛低下头道歉 克劳德也表示了歉意 脑里想着在她来之前 要快点回到房间 却不小心撞到了她 梅洛随口一说 反正少爷都不理我 听到此话她愧疚地低下头 真的对不起 我总觉得应该道歉 但不知为何 却始终开不了口 我吃错了 因为梅洛和雷塔太亲密了 你现在觉得我很幼稚吧 梅洛表示完全理解 毕竟公爵家的男人 经常会被一见钟情的对手 深深吸引 意识到说漏了嘴 他慌乱地解释着 这时克劳德笑了笑 你不太会听别人的劝报吧 梅洛迪小姐 之后拍了拍梅洛的额头 慌乱解决不了问题 坦然面对失误很重要 梅洛刷得一下红了脸 清醒的大脑再次渐渐迷糊 不过多亏了少爷 他现在好多了 突然克劳德朝他靠近 露出了亲切的微笑询问 稍微折磨一下也可以吗 想起刚刚他说的话 梅洛才发现自己被欺负了 克劳德以手疼为由 让他每天下午来帮忙处理文件 望着悠哉喝茶的克劳德 梅洛不敢置信 才两天他的手就痊愈了 而自己却不得不继续帮忙 工作到很晚 梅洛打着哈气走下楼 一步流神撞到了人 刚要道歉 男人却恶狠狠地盯着他 但很快就离开了 这时女仆告诉梅洛 公爵给他准备了新的发饰 得到关心的梅洛久违的笑容 却被公爵注意到袖口上的乌黑 怕公爵以为自己是个不干净的孩子 他连忙解释是写字的时候粘到的 公爵看着害羞的他 或许是因为环境影响 才让他这般小心翼翼 突然一只大手放在梅洛的头上 他担心那孩子会不会又说对不起 谢谢 出乎意料地回答让他顿了一下 但很快又把丝带塞到梅洛手里 接下来这几天 梅洛一直守在小雷塔门外 援助中 有人趁机破坏了他的衣橱 所以他要守住带土 不料克劳德突然出现 梅洛吓得连连后退 大半夜偷偷盯着更衣室 这种情况很难不会被误会 梅洛脱口而出 我还没偷东西 克劳德忍不住挑逗 还没偷 也就是说快要作案了吗 听他语无伦次的解释 克劳德以此作乐 梅洛迪小姐这么聪明 要偷也会是偷戒指吧 不过没关系 我不会阻止你的 梅洛灵机一动 立马说明了目的 因为他偶然听到 长老们计划对雷塔不利 说完克劳德一脸隆重 表示梅洛不该贸然行事 应该找值得信任的大人解决 随后他将外套 披在梅洛的身上 牵起手示意他过来 我会让你在十分钟内睡着 为了保护他最爱的女主 反派和哥哥日夜坚守在门外 克劳德却突然牵起他的手 我会让你在十分钟内睡着 之后梅洛被带进厨房 喝上了秘制的蜂蜜牛奶 想来想去 原来是自己想歪了 走之前 克劳德把衣服披在他身上 那么明天也来我的房间吧 毕竟需要梅洛写的文件还有很多 一阵嬉闹后 梅洛打着哈气走回房间 可开门的一瞬间 却发现真实的丝带被烧毁 或许凶手发现了 他每晚都去保护雷塔的衣橱 所以是在泄愤 隔天 长老们急着离开 临走前还不忘取笑梅洛 听完公爵一脸阴沉 这时梅洛带着被烧毁的发誓 大步朝他走去 长老趁机数落他的行为 女仆中告他别过去 若是平时他也许会默默承受 但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他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 不能慌乱 冷静点 就像克劳登少爷说的那样 面对长老的恶语相向 梅洛毅然决然地抬起头 在长老要赶走他时 公爵第一时间护在梅洛面前 感受到了从未有的温暖 梅洛缓缓摘下发誓 我知道我的身份 我的母亲是个罪人 我受了公爵的恩惠 才能住进这个宅子 所以我不可能会把公爵送的东西 弄成这样 我能留在这里的唯一原因 只是依赖于公爵大人的宽宏大量 这是我最珍惜的东西 但没想到 居然会有大人走进孩子的房间 去毁荡丝袋 要是知道的话 我一定会小心的 公爵赶忙蹲下 关心他是否受伤 但听到梅洛再一次道歉后 公爵彻顶路了 梅洛拉着他的衣角阻拦 给人负罪感 是一种很好的操控方法 让那些长老们也不敢再造次 一番劝说后 公爵只下令赶走了他们 梅洛独自回到房间 回想起昨晚 夫人帮他修补着蝴蝶结 从此上面多了只小羊 正因为大家都很关心自己 他才有了对抗的勇气 可有些东西一旦碎了 纵使千般弥补 也再也回不到当初模样 这时门被敲响 梅洛并不打算开门 直到门外传来声音 没办法了洛雷塔 梅洛小姐好像睡着了 听到是雷塔 梅洛第一时间就跑去开门 每当这时 他都会用小手紧紧抱着自己 但很遗憾 没有洛雷塔的身影 只有克劳德一人 意识到被骗的梅洛立马摔门 门外传来不断的道歉 最先察觉到你不开心的是洛雷塔 至于梅来的原因 我亲口说出来有点不好意思 听到此话 梅洛气愤地开门大喊 明显就是在吃醋吧 克劳德递给他手帕 梅洛非常严肃地说 我要醒鼻涕 等冷静下来后 却止不住地打嗝 克劳德嘴里呢喃着可爱 我想快点看到可爱的洛雷塔 所以你要跟上来吗 梅洛十分警惕地看着他 克劳德再次伸出手 因为诺言必须兑现 梅洛自然而然地搭上手 跟着他来到了房间 女主对反派的疯狂喜爱 让他成了哥哥的眼中钉 可现在反派竟成了团宠 深夜 克劳德带他走进书房 让他在这里继续办公 未察觉的梅洛 还以为是他的恶兴趣 嘴里喃喃着 少爷现在真讨人厌 这么晚了还要被迫加班 克劳德走进办公台 那么 请梅洛小姐在这里写上名字 虽然不知道他是何一 但梅洛也乖乖地拿起笔 在笔记上写下了名字 这一刻仿佛有种被奖励的感觉 梅洛小心翼翼地问 是送给我的吗 克劳德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鲍德温家很重视记载 过去的记录书里清晰 将来就一定会有帮助 注意到书架的空缺 梅洛将手中的书放了进去 你知道吗 如果有人用这本记录做研究 研究书的最后写什么吗 这本研究书参考了 鲍德温公爵梅洛小姐整理的记录 梅洛表示自己并不是公爵家的人 克劳德将胳膊煮在书架 和鲍德温家族的人结婚就行了 慌张的反应让他忍不住挑逗 我可爱的妹妹说他想这么做 梅洛难为情的低下头 光是出身问题 就不可能嫁给公爵家的子弟啊 克劳德表示无所谓 突然又惊呼道 我妹妹要被甩了吗 梅洛赶忙解释 洛雷塔很可爱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突然感觉不妙 上次自己说这样的话时 就被克劳德赶出门外 但出乎意料的是 他竟然无嘴笑着说是啊 反正我结不了婚 洛雷塔也有他需要的人 梅洛不由地想起男主角 之后二人便离开了书房 刚见到梅洛 小雷塔就朝他飞扑了过去 他有礼物要给梅洛 独自等了梅洛好久 提到礼物二字 梅洛不禁想起了那本笔记 这是小雷塔期待的握紧小手手 你喜欢拿份礼物吗 梅洛愣了三秒 反应过来后 他开心地笑着说很喜欢 很快 洛雷塔的表情明朗起来 努力地点起小脚尖 钻进最喜欢的梅洛怀里 没过多久 梅洛的母亲 死刑的执行日期已经确定 然而他的最后请求 是想在死前和女儿一起生活 女主和哥哥的百般呵护 让他从反派变成了团宠 可母亲却想让他陪自己下地狱 死前的最后请求 竟是想和女儿一直住在监狱 当公爵把这件事告诉梅洛时 梅洛沉思片刻后说出了对不起 再次听见了道歉 公爵莫名一阵心疼 作为梅洛的监护人 他提出自己的意见 虽然出于人道主意要尽力实现 但如果这个请求与人有关 那么就有权拒绝 然而梅洛心里明白 母亲之所以这样做 不是因为想见他 而是面对未知的来世 想要减轻负罪感的欲望罢了 公爵给他两周时间考虑 梅洛摇了摇头 上次他就明白了 自己不是母亲可爱的女儿 金闪闪的钱财士 从早晚到晚做各种家务 努力迎合着母亲的心情 但得到的宠爱却只有片刻 梅洛微微握住一脚 坚定地表明自己不想去 他不想再受到伤害 对于女孩的决定 公爵很欣慰地笑了 谢谢 你选择了一条 不会让你更受伤的路 在那样的沼泽里 他依旧散发着 宝石般耀眼的力量 梅洛提出想亲自去签字 因为从写下字的那一刻起 梅洛就有了一种奇妙的确信 他似乎能从母亲的引领中走出来 公爵很爽快地答应了 然而第二天 克劳德代替公爵 护送梅洛前去监狱 结果因为没戴手套 就慌乱地跑出来 还被克劳德捉弄了一番 说完他递出了自己的黑色手套 梅洛摸了摸柔软的手套沉思 询问起公爵的身体是否安好 之后责怪起自己 克劳德坚定地告诉他 梅洛小姐没有任何错 所以孩子不用担心这个 他失落地低下头 一直被当作孩子看待 明明只相差四岁 他缓缓把手套戴到指尖 嘴里呢喃着自己 什么时候会这么大 当克劳德问起他的生日时 梅洛低下头说了句不清楚 不小心戳到了女孩的痛楚 克劳德不再继续追问 梅洛苦笑着回答 是春天 每当黄色的春花盛开 他都会在天一岁 被女孩独特的浪漫所惊叹 冬天过后 刚说到那里 马车停了下来 克劳德小声叹了口气 从怀里掏出一张文件 守在门口的骑士接过那张纸 确认后刚要转交给他 却看见一张熟悉的脸 扶着马车的窗户盯了好久 对于这个失礼的行为 克劳德把布满挂在脸上 梅尔 男孩试探心地开口 像是在拨弄很久以前珍贵的记忆 很快他摘下头盔 看轻脸的一刻 梅洛惊喜地趴在车窗 是他的小竹马依赛亚 而是每当自己受到欺负 委屈地掉下眼泪时 他总会第一时间出现 而且他从不空手来 会把欺负梅洛的孩子揍了一顿 然后再一起绑回来 团宠反派被女主表白是爱 两个男主竟因此争争吃醋 克劳德贴近他的耳边提议 给他最喜欢的人写一封信 本以为暗示已经够明显了 但梅洛满脑子却都是雷塔 得知此消息后 小雷塔激动地表达爱意 自己也要给他写信 我最喜欢梅洛了 梅洛顿时心都化了 立马扑过去报警小雷塔 两小只报了许久都不分开 过后梅洛单独找到依赛亚 以后至少要一周写一封信 依赛亚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但他也想请求梅洛一件事 那就是不要去见他的妈妈 梅洛满脸疑惑 不理解地看着他 以赛亚为女孩打抱不平 太过善良也不是什么好事 就连欺负自己的家伙都无法报仇 当第一次在马车上见到他时就很担心 猜他或许是来见妈妈了 但幸好不是 一想到阿姨对他做过的事 他就不能让他答应罪犯的最后一个请求 因为这一定会成为最好的报复 梅洛的想法与之相反 只有亲手教训才是最好的报复 以赛亚解释报仇的方法不同 他不来的话阿姨肯定会心急如烦 叫着他的名字又哭又闹 之后咒了咒没再三叮嘱 绝对不要去见 听到他的隐落 以赛亚又问了一遍确认 梅洛苦笑着回答 他决定不再受伤了 之后他与克劳德一同去寄信 不出一周内 老师就可以得到儿子的消息了 此时邮递员突然提起 少爷的生日礼物要送到哪里 克劳德淡淡回了去学院 听后梅洛惊讶地睁大眼 邮递员补充道 雷塔和梅洛小姐们的生日 也会做好完全的准备 梅洛认为太不像话了 自己的身份怎么配得上公爵 当被问起生日的时候 梅洛低下头难为情地开口 他也不确定具体是哪天 只记得是在春天 邮递员连忙停止了追问 梅洛表示礼物随便哪个日子送都好 很快他便尴尬地离开了 留下两人站在原地 梅洛思考了许久 为什么会有这么凄凉的感觉呢 这时克劳德突然发问 怎么不问问妈妈 你好像很好奇生日 很快他又道歉 如果令你感到不悦的话我道歉 梅洛赶忙摆了白手 他并不是很在意 也不是因为公爵的束缚 相反 公爵很尊重自己的意见 但看他眼里充满了忧虑 克劳德突然发起邀约 晚上见 梅洛呆呆地愣了几秒 内心下了某种决心 生日之类的不知道也没关系 他已经跟公爵说过不见面了 但为什么回答不出来呢 一想起雷塔可爱的天真模样 梅洛再一次被治愈到 这时门被敲响 管家通知 梅洛小姐的客人来了 如今男儿的突然出现 让兄妹俩的地位雪上加霜 因为与梅洛是青梅竹马 所以在儿时 每当看到梅尔兽欺负时 他都会第一个站出来 虽然明白他的好意 但善良的梅洛制止了他 自己遭受过这种折磨 所以他也不想同样折磨别人 男孩捏起他的脸保证 以后他会一直守护他 可母亲却固执地让他当一名医生 男孩的活泼和风趣 治愈了他封闭的内心 伊赛亚突然脱掉鞋子 让他穿上之后迅速跑走 到了晚上梅洛还在担心 苦思冥想时 恰好听见窗前发出声响 是那双自己丢失的鞋子 梅尔连忙推开窗 望着那个光着脚 慌乱跑走的背影 心里莫名生出一丝暖意 所以当二人再次见面 梅尔激动地扑了过去 在伊赛亚眼里 他还是小小的模样 听完梅尔撅起小嘴 反驳自己长大了 伊赛亚扑斥一笑 生气了还不承认 梅尔不高兴的时候 下巴会用力 你想骗谁 这时克劳德打断二人的续剪 邀请他一同上了马车 虽面带温柔 但实则笑里藏刀 听男人语气略显粗鲁 对淑女无理的行为 让他心生不满 伊赛亚并未察觉到恶忍 而是自顾自地关心起梅尔 梅尔表示自己暂住这里 因此欠了公爵一个人情 伊赛亚并未深究 突然注意到桌子上的巧克力 顿时两眼发光 激动地想带给同事一起吃 而是因为他替自己照顾了梅尔 克劳德一脸蔑视 又将目光停在了梅尔身上 梅罗呆呆地看着跪地的伊赛亚 突然想起一个承诺 如果你在首都遇到了我儿子 别忘了给他一拳 因为答应过老师要给他一拳 所以梅罗毫不犹豫地下了手 作为儿子怎么能联系母亲 伊赛亚委屈地低下头 答应从今往后一定会联系 二人商讨着如何写信 突然将视线转移到克劳德身上 他是这里唯一一个 有写信经验的人 时间很快过去 中央监狱办公室的工作时间结束了 因为好像给克劳德添了麻烦 梅罗觉得很抱歉 克劳德表示没关系 还有两周时间 梅罗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然而他的朋友伊赛亚 经过一番心理斗争 克劳德表示 只要不碰到他妹妹就行 第二天一大早 毫无眼力见的伊赛亚来到了公爵家 他猛地拿出了藏在背后的狗尾巴草 把对方喜欢的东西作为礼物送人 也是一种礼仪 梅罗嘴里嘞喃着谢谢 想起儿时的他们 让他多学一些小聪明 这时梅罗问他来这有什么事 伊赛亚抿了口茶 他是来向克劳德请教写信的 既然答应了就该隐诺 要当歧视的人如果不遵守诺言 就会出大事 但不巧的是 克劳德最近一直在忙着批改文件 伊赛亚庆幸今天是休息日 可以和梅罗两人玩到晚上 但转念一想 又怕梅罗同样也很忙 听完他愣了一下 之后无嘴笑嘻嘻地说着没关系 突然身后传来声响 只见克劳德一声凌乱地打开门 环顾四周后 梅罗奇怪地询问怎么了 看到妹妹不在这里后 克劳德松了口气 小雷塔对梅罗的朋友很感兴趣 梅罗安抚他没事的 别看他这样 其实是村子里最可靠的医生的孩子 不会伤害到小姐的 但回头后 却看见伊赛亚把杯子里的白糖 全部点光光 这时管家询问 雷塔小姐想知道 能不能和您一起见客人 二人连忙说道不可以 小雷塔哭唧唧地露出小脑袋 梅罗 真的不可以吗 二人顿时心都颤了一下 妹空哥哥赶忙抱起他转起圈圈 只要是你想要的 我什么都答应你 就连伊赛亚都觉得 少爷是个宠妹狂魔 之后四人一起待在办公室 伊赛亚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写信 克劳德将纸递给梅罗 提议让他也试试 梅罗想了许久 也不知道要写什么才好 克劳德让他回忆经历过的事 之后又凑到耳边滴雨 在离梅罗最近的地方 不是有人帮助过你吗 得知有客人来了 梅罗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伊赛亚 立马鞠躬向管家道歉 自己应该告诉他不能随便找上门 管家解释此人不是伊赛亚 而是游递员大叔 因为先前说了伤害到女孩的话 他把手中的捧花递给梅罗并道歉 梅罗赶忙表示没关系 他的生日在春季的某一天 这的确是事实 大叔诚恳地开口 即使是事实 也有不愿意回想的事情 他提议把最喜欢的一天定为生日 和相爱的人互质贺心一定很开心 每个人在生日那天 都有享受快乐的权利 这些话慢慢渗透到梅罗的内心 非常频繁的快乐 对他来说是从未拥有过的东西 此刻他明白了 如果照这样下去一直逃避 或许永远也得不到快乐 最后他下定决心 不顾伊赛亚的约定 独自去见那个只爱钱的妈妈 注意到女孩脸上阴郁的表情 克劳德上前安慰 如果有需要可以带我去 让其他人明白 不是谁都可以随便对待你的 梅罗并不想利用少爷 他要和母亲单独谈谈 走前克劳德叫住了他 如果你在里面觉得很不自在 随时来找我 我在这等你 虽然少爷总是用奇怪的方法激励人 但他会一直把这些回忆铭记在心 女孩甜美的笑容和身后的监狱格格不入 进去没多久 一只手突然出现 迅速把他拉到墙后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伊赛亚恰巧在这里 梅罗震惊地抬起头 他抬手示意不要出声 等着 我帮你 不等梅罗开口解释 伊赛亚就抓住手拽着他离开 逃出了为他带路的士兵事业范围内 梅罗连忙制止他 什么都听不进去 这帮疯子竟敢把梅罗带到监狱 直到梅罗说了声好痛 他才松开手立马道歉 梅罗解释误会一场 是他自己想来的 见男孩不信 梅罗再次坚定地告诉他这是真的 伊赛亚不理解的质问 为了见一个这辈子都使唤不了你的人 听到肯定的回答后 男孩大声地抗议 我不同意 罪犯死前的请求是你母亲的自私 我不能让你去受伤 话音刚落 不远处传来克劳德的声音 伊赛亚 我不想以贵族的身份命令你 可以请你退下吗 见状伊赛亚彻底翻了脸 误以为是他逼迫梅尔去监狱见妈妈 并斥责贵族是冷血无情的人 之后转过头之问梅罗 老师告诉我 你是不是不想见妈妈 决定权在你手上 梅罗抓紧一脚 伊赛亚这么生气或许是因为他 明明是在给他保护自己的机会 但他现在却无比内疚 抬头看向身后的克劳德时 却见他满脸温柔地望着自己 不想辜负对方的一片好意 他毅然决然地说出了真相 公爵反而希望我不要来这里 这是我决定的事情 我要见妈妈 伊赛亚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明明没有任何好处 为什么还要见他 傻瓜 你忘了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吗 他希望梅罗能摆脱妈妈 过得幸福 梅罗此事打断了他 因为决定了要怎么活下去 所以才要去找妈妈 他苦笑了一声 我现在没事了 但在伊赛亚看来 那个笑容代表的只有委屈 而是梅罗就总是这样勉强自己 这时克劳德命令省下将他带走 梅罗赶忙阻止 但话说一半 克劳德表明处罚交给他决定 在那之前 骑士们会保护好这位少年 注意到梅罗手腕上的红印红 他本想为其处理一下 梅罗却委婉地拒绝了 反而他更好奇 克劳德怎么知道自己在这里 二人有说有笑 渐渐走到门口 他停下脚不安抚道 路上小心 我在这里等你 那么请快点回来吧 很快 梅罗见到了母亲那副丑恶的嘴脸 但第一句不是问候也不是关心 而是赤裸裸的利用 他突然想起公爵说的话 将死之人想减轻自己犯下的罪 你将会毫无理由地被他所利用 梅罗清楚地认识到 母亲只是需要一个可以依靠的地方 而不是真心想跟女儿道歉 只是为了让自己心安罢了 梅罗让他不必道歉 眼神间一向是彻底释怀 因为我没问你 所以也请不要做出任何回答 从未受到女儿忤逆的母亲怒骂 将一切都怪罪在了他的身上 但所有的不幸 都是母亲自找的 要是你再这么无理取闹 我就马上离开这里 他不再接受母亲的道歉 决定努力过上平凡的生活 为此母亲能帮助他的只有一件事 请你告诉我出生的日期 女人愣住 慌乱地解释着 梅罗不想听他磨叽 所以到底是什么时候 我也不知道啊 是啊 对母亲而言 自己只是害他从父家被赶出来的没准 我知道了 说爸转身离去 女人握着栏杆拼命地怒喊 那时候我自己都生不如死 甚至还想尽快忘掉生你的那些日子 但我最后还是生下了你啊 你应该要感恩戴德啊 不是吗 当时所有人都袖手旁观 每条路都有士兵巡逻 要不是最后敲门的那家给他开了门 他就没命了 都怪你 我才那么辛苦 所以你不能这么对我 梅罗酸楚地笑了 他转过身心里 终于可以毫不犹豫地 抛弃对母亲的期待了 再见了 母亲 女人发疯般喊着她的名字 你这个臭丫头 果然不该生你的 她大不迈开脚 走向牢房的出口 温暖的阳光照在裙角 她抬眸看向前方 克劳德就站在那里 心中的苦涩减少了许多 看来等得很辛苦呢 真是一位爱叫劲的少爷 男孩朝他伸过手 过来吧 只要你过来 我就带你走 他说要带他走 是指什么呢 克劳德将他拉出被黑暗笼罩的牢房 走吧 我们回家 到了晚上 公爵的房门被敲响 抱歉打扰您了 我只是想跟您说 我回来了 正好公爵也有话要对他说 我听说了护卫少年的事情 梅罗恳请公爵不要惩罚伊赛亚 以前都是他保护我的 所以这次他也是一样 今天和母亲谈话时 他也有同样的感受 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 但彼此都不太了解 他和伊赛亚也是如此 公爵表示明白了 梅罗松了口气 那您不惩罚他了吗 但很快希望落空 适当受到应有的惩罚 对那个护卫少年也是好的 他变出一本少女杂志 本意是想让梅罗买买买 但女孩却会错了意 还以为公爵是在为雷尔的东中发仇 他心事淡淡的保证 交给我吧 我并会为小姐挑选合适的衣服 一出来他就碰见了附黑大少爷 首推车上的那些 不就是少爷想让他抄写的资料吗 克劳德先发制人 你刚刚是不是想着要帮我呀 我知道 是要感谢我陪你到监狱的那件事吧 李辉的梅罗只好含泪答应 到了图书室 克劳德递给他一本书 上面的日期是他出生那时候的 母亲曾说过 虽然是春天 但下了非常大的一场雪 不符常理的天气 一定会有人记录下来的 母亲当时为了躲士兵而逃难 见女孩终于打起精神 克劳德欣慰地笑了 二人分析 母亲大概是犯了不光彩的事 因为心虚而躲避的 那种天气有孕妇在门前求助 却没有一个人开门 应该是被下了命令 很久以前 有名刺客为了暗杀黄族 在黄族经过的一个村子里找一户人家 以访客的身份藏在了那里 然而计划并未得逞 刺客将那户家人全部灭口 最后被逮捕了 此后 只要是黄族的马车经过哪个村 就会下令不让迎接陌生客人 而在梅洛刚出世那天 皇帝陛下的弟弟 恰巧去了格莱斯伯爵里 说到这 克劳德拿出了带有皇室印章的书 他暂记了一下 也没有做得那么过分 只是稍微越了戒而已 少爷成功让女孩成了他的共犯 他指了指推车 梅洛猛地想起来 怪不得当时少爷保证 不用他做抄写工作 原来坑在这里啊 恶魔少爷怎么可能会好心帮他 他不敢继续 害怕期待落空 男人却十分反常 鼓励他一定会找到的 我帮你一起找 克劳德意味深长地笑了 若他欺负妹妹喜欢的人 雷尔肯定会讨厌自己吧 所以他不得不接受 妹妹最喜欢的人不是自己 他把皇室禁书递给女孩 总之 这次的事情你可要好好报道我 梅洛小心翼翼地翻开 心突然跳得好厉害 小时候 村里的孩童们四处宣扬 她是罪犯的女儿 那样的孩子 怎么可能会有生日 只听说 是春花盛开的日子 女孩将头埋进书中 说话间不断哽咽着 虽然想起了伤心事 但他终于找到了 属于自己的生日 克劳德擦去他脸上的泪水 这次能告诉我了吗 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隔天 雷尔就为他画了一幅画 他一看就是两小时 嘴角不自觉地上扬着 恰巧此时来的客人 男人在会客室坐立不安 听到门被推开 不禁颤了一下 一见到梅洛本人 伊赛亚就差点哭了 他搜得一下跪到女孩面前 我错了 我是个混蛋 我不该强迫你不愿做的事 如果你愿意就打我吧 女孩灰心地笑了 是我更对不起你 以前你说过好几次 要我亲自对抗 但我总是逃避 谢谢你 与女孩对视的瞬间 伊赛亚彻底明白一件事 他一直希望梅洛能够独立 但真到了那个时候 反而感到有些失落 虽然嘴上那么说 但还是很喜欢梅洛依赖自己 最终他也释然地谢谢女孩 梅洛伸出手 那我们握手言和吧 注意到女孩受伤的手腕 伊赛亚立马跪下连连磕头 你打我吧 打到你消气为止 狠狠地打我 梅洛连忙解释不是的 那是因为罗尼少爷才 反派少女成了主角一家的抢手货 再蒙女主不是亲亲就是抱抱 两位少爷被地理争抢服侍权 二少爷直接上门找他评理 他也想跟哥哥受到同样的待遇 梅洛一口答应 不过罗尼少爷还不能喝茶 我就给您准备牛奶吧 被荡成小屁孩的罗尼气炸了 往后的一次送茶过程中 着急起身的罗尼不小心摔碎了茶杯 在慌乱中收拾碎片时弄伤了手 梅洛上前帮忙也不小心受了伤 听闻消息的伊赛亚秒变护肚子狼狗 凭什么他加小青梅要做端茶那种事 梅洛赶忙转移话题 对了 你有没有因为那天监狱的事而受到惩罚 伊赛亚脸色难看 会想起那天 公爵大人不仅宽恕了他 还给他机会成为骑士的资格 不过惩罚是让他喜骑士团那帮大老爷们的袜子 那些狡气恶心的无法呼吸 梅洛笑嘻嘻地开口 幸好此事就这么过去了 我之前一直都很担心你呢 就在他开口表白之际 罗尼碰得一声开了门 你还要让我等多久啊 那些果冻都快要化霉了 鼓着红扑扑的脸蛋向他问罪 那可是要等很久才能买到的 注意到梅洛一直在盯着他的手 傲娇少爷赶忙躺起来 总之你现在就要跟我走 我还要喝茶 梅洛一开口 就把他治得服服帖帖 不喝牛奶个子会长不高的 罗尼偷瞄一眼他 上下打量着身高 完全不顾在地上跪着的伊赛亚 好吧 既然你这么恳求我 那我就勉强喝牛奶 胆情迟钝的梅洛 还以为他是着急把果冻送给妹妹 从头到尾被无视的伊赛亚爆发了 梅洛可不是少爷的女仆 事情发展逐渐偏离 雷尔也被牵扯进这场奇怪的较量里 谁赢了谁就能占有梅洛今天的时间 小雷尔认真地观察手里的牌 猛地站起身打断了争吵 皇家铜花顺被整整齐齐地甩在桌上 掐着小妖得意道 雷尔赢了啦 被萌划的梅洛抱紧雷尔的小脸狂吸 罗尼大喊一声没结束 这次的捉牌雷尔赢了 但红毛你跟我的较量还没结束 二人决定重新分胜负 这个府邸有个宝物 成功偷来 不 成功借来的人算赢 梅洛劝阻未果 暴德公爵家的少爷们怎么都这般胆大妄为啊 面对罗尼发起的挑战 伊赛亚毫不犹豫地映下来 被梅洛抱在怀里的雷尔一脸享受 安啦安啦 西金斯家的美代人 作为暴德公爵府的管家 有义务记录府内所有事宜 因此书房都是记载着历史的书籍 那些伟大的记录如实地记载着每天所发生的事 这也是西金斯家族的骄傲 犯困的小雷尔先去做美梦了 幼稚二人组商讨着规则 他们轮流去拿六月份的记录 被发现的人就算输了 某种程度上来讲 这俩人还挺合拍 待到四下无人 罗尼偷偷潜入书房 怎料梅洛突然出现下台一击灵 梅洛表示找他有事 恰巧女仆经过 他猛地拽住梅洛的手 关紧了房门 罗尼心脏扑通扑通跳 这场赌约对他来说很重要 你是来妨碍我的吗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认输 等我赢了 到时候你只能乖乖跟我单独喝茶 梅洛有些不解 单独跟您吗 罗尼小脸一红 结结巴巴的解释 我是说服侍我喝茶 你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梅洛实则是担心他的手 白天注意到他的伤口没有好 所以才带来医药箱帮他包扎 听到女孩是特意为自己钱爱 罗尼心里乐开了花 听到他说也怕依赛亚闯祸 万一发生什么事 他要为其辩护才行 罗尼拍了拍胸脯 那家伙是我的客人 就算真的发生了什么事 为他辩护也是我的事 梅洛偷笑一声 果然少爷也不讨厌依赛亚 他扭头不承认 对了 你想问我的又是什么 梅洛打起直球 少爷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话 想跟我说呢 所以才想让我继续服侍您用茶 他愧疚地低下头 当初我说你是骗子 让你回你自己的家 那段时间有很多骗子来我们家 因为一些谎话来骗我们 所以我以为你也是 对不起 是我错了 见梅洛一直盯着他不说话 他颤抖地开口 那个给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吗 梅洛赶忙否认 表示我没关系 梅洛知道他虽然嘴毒但心里不坏 他所有的想法都写在脸上 自己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罗尼难为情地告诉他不用回家了 而且你也没有地方回去 我也不想再变成一个人 但他平时都会在学院 不等他说完 梅洛率先开口 还有杰里米亚少爷自从去了摩塔以后 从未回来过 根据公爵有四娃中的描述 三少爷杰里米亚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人 有望成为伟大的魔法师 因为小时候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摩塔度过的 所以在雷尔到来之前 我们少爷应该是公爵府唯一一个小孩子 在那种情况下当他得知 或许他还有一个妹妹回来 他该有多么高兴 可每次来的都是些骗子 因此他肯定接二连三的失望 想想这些梅洛也能理解 第一次见到自己时 他怒斥她是个骗子 而且也知道了 他为什么会很轻易就喜欢一个人 应该是之前太过孤单才这样吧 罗尼很震惊 你怎么知道杰里米亚 说漏嘴的梅洛不知如何解释 罗尼瞬间两眼放光 是哥哥吧 除了温柔的大哥 没人会跟你说杰里米亚的事 我猜对了吧 杰里米亚真的很厉害 听说上次他还代替摩塔主去皇室传话了 那就意味着以后杰里米亚 也有可能成为下一任摩塔主 以后肯定会被世人称为鲍德魔法师 鲍德家的名声将站在摩塔的最顶尖 杰里米亚可是我的弟弟 所以知道了吧 你继续留在这里也没关系 我说了这么多你还没明白吗 虽然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独处 但没办法 你还没找到安身之处 此话让梅洛陷入沉思 对啊 他一直只顾着习惯生公爵斧的生活 没想过这个问题 但他不能继续像现在这样 跟雷尔永远生活在这里 毕竟总有一天 自己也会成为大人 罗尼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话伤害到他 当然 你也可以继续留在这里 突然门外传来脚步声 两小只惊恐地抬头 门渐渐被推开 罗尼捂住嘴 不敢发出一丝声响 两派女孩被女主的哥哥们疯抢 为了能独占她 两个竹马立下赌约 谁能拿到家族六月份的记录 梅洛明天就归谁 可搜寻一番后却毫无进展 梅洛惊奇地发现 按照原著中所描述 过去公爵夫妇互相约定契约婚姻 然后和平分手各回各的生活 但他们逐渐爱上了彼此 可不知为何还是遵守了当初的约定 在六年前的夏天真的分开了 这么一看 那本记录不在这里也能说得过去吧 公爵大人肯定把那本书藏在身处 而大少爷或许也是为了调查六年前的那件事 所以才说这是小孩子们的游戏 回头时 二人惊恐万分 吓得罗尼一击灵 少爷 您后面 罗尼忐忑地回头 只见侍女长提着灯贴过来 隔天作为惩罚 罗尼被迫吃了两根胡萝卜 而梅洛则是在帮大少爷整理资料 克劳德故意提起那天 梅洛拿自己当挡箭牌的事 他赶忙解释误会 罗尼少爷误以为是您告诉我三少爷的事 我也想跟他解释的 可是 没等说完 克劳德就接上话茬 是罗尼眉沉住气 自顾自往下说的吧 平时都没机会跟人说起杰里米 罗尼那般心境也是情理之中的 不过你觉得 我们为什么没机会聊起杰里米亚了 自从他踏进这座府邸时 就感受到一种违和感 在鲍德公爵府 从未有人提及 杰里米亚鲍德 根据原著内容 应该是因为一听到他的名字 公爵大人会伤心 所以大家默默地同步提及 有时只是叙述一些事实 也有可能会让人伤心的 当然跟我说是无所谓的 我的意思是 我们可以共享秘密 怎么样 梅洛想都没想就拒绝 您肯定要拿秘密来使唤我吧 以后我绝不会轻易上当了 我原以为梅洛还算是个成熟的孩子 不过现在看来还是单纯了 我只是受付亲之托暂时回府 给雷尔做临时监护人而已 明天一早 我就要回学院了 梅洛一晃身 我居然忘了这件事 克劳德文言无奈叹气 你还真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说这种伤人的话 在原著中 明早离开是克劳德对妹妹撒的小谎 怕年幼的小妹 会为给他送行而特地早起 实际上在凌晨就出发了 你这反应不太对劲啊 我以为你会很高兴啊 梅洛手上力道又重几分 雷尔肯定会很伤心 不过您不用太担心 小姐的身边有公爵大人 也有罗尼少爷呢 是啊 所以我不怎么担心 而且还有梅洛陪着他吗 梅洛低下头 犹豫再三 却还是没能说些什么 一日正打算离开 却见门下有两封信 翻开一看 映入眼帘的先是雷尔画的自己与哥哥 在那幼稚的笔触下 最纯真的感情惹人心怜 在往后翻 便是梅洛的信 您出发的时候 我怕自己起不来 所以给您写了信 其实我早就放弃了寻找生日 因为我一直觉得 没有什么办法能查出这种事 但您告诉我还有办法 还说一定会找到 您不知道那时候我有多高兴 每年生日我都会想起此事的 真的很谢谢您 克劳德久久不能回神 直至庸人提醒 少爷 该出发了 抱歉 我刚刚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送行 暂时给耽误了 他走了许久后 等梅洛醒来 突然猛地睁眼 他赶忙坐起身 飞快地跑出去 四下张望着寻找克劳德的踪影 但他好像已经出发了 管家闻声赶来 拿出了少爷给他的灰心 忘掉让人疼痛的那场大雪 希望你的余生都是黄花盛开的春天 感觉像是在说 希望他的未来充满祝福 当事人正以着马车窗边笑意盎然 府邸内 梅洛和雷尔玩起捉迷藏 以往很容易就找到 这次进步了很多呢 管家得知 梅洛常唤自己的夫人为奶奶 便也想听她唤自己爷爷 可惜却害羞地没能说出口 梅洛见此拍拍胸脯 您有什么要吩咐请随时说 与此同时 窗外天色阴沉的骇人 罗尼叮嘱雷尔 再害怕也要忍住 蹲在窗下等待我 只要你乖乖藏在这里 梅洛是绝对找不到你的 耳畔传来阵阵雷声风鸣 望着风雨会鸣的天空 雷尔害怕地握住小手 好的 好喜烦梅洛帝 即便被雷电吓得发抖 也鼓励自己不怕不怕 害怕也要忍惧 他要让梅洛帝大气一惊 给他惊喜 听到啪哒声 小雷尔高兴地贴住车窗 梅洛帝来了吗 可眼前却空荡荡的 反而雨势越来越大 一道雷鸣劈向天空 小雷尔吓得湿了魂 猛地想起车祸那天妈妈的离世 而自己被人贩子拐走的那天 小雷尔腿软地倒下 尽可能地捂住耳朵 呼吸逐渐急促 他嘴里弥衡着梅洛帝的名字 恶心的炫韵感袭来 小雷尔再也无法承受 晕倒在了马车之中 殊不知此时的梅洛急疯了 他找遍了所有地方 可还是找不到小雷尔 外面正在下雨 要快点 不能让他在下雨天 不能让雷尔一个人 他哭着寻求豹德少爷帮忙 罗尼意识到自己闯祸了 立马抓住他的手往外跑 跑向大雨下的马车 梅洛惊地回忆起 当年妈妈拐回来的雷尔 就是在暴雨中的马车上 他猛地打开车门 只见小雷尔毫无声气地躺在车上 脸色越来越差 并且难以呼吸 彼时的摩塔中 身为摩塔的宠 同时也是豹德公爵家的三少爷 杰里米亚 被摩塔主传命过去 公爵属这边 小雷尔的身体虽然没有异常 但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一直昏迷不醒 这种情医生也无能为力 罗尼垂下头无比自责 公爵蹲下身安慰 这并不是你们的错 不要哭了 他会没事的 没事 在公爵四娃的小说中 雷尔时常要面对各种困境 但在原著中从未提到 雷尔会陷入长时间昏迷 都怪他这个变数的出现 才导致雷尔陷入到这种困境当中 都怪我 突然传来反驳 你只是想陪他玩而已 梅洛惭愧地道歉 我明知道雷尔害怕什么 却没告诉少爷 别搞笑了 雷尔是我的妹妹 所以这都是我的责任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身为哥哥 不知道妹妹害怕什么 这本来就是我的错 他把怀里的黄花塞给梅洛 帮我送去给雷尔 我家提议借助摩塔的力量 我知道您不太乐意这样 可是眼下连神殿也束手无策 我们也只能找摩塔帮忙了 小姐已经昏睡了好几天 我甚是担心会不会伤到她的身体 不是公爵不想 而是她曾答应过妻子 不能让别人发现她的秘密 否则会连累到孩子们的未来 尤其是杰里米亚 送走这孩子以后 一定不能让摩塔的人来到这里 他们肯定会看出端倪的 管家满脸担忧 伏迪里已经找不到夫人的痕迹了 不会有事的 公爵思索着 看着小女儿 她最终妥协 我这就给摩塔写一封委托书 魔法师通常把自己比作成 一个拥有魔法力量的碗 杰里米亚初次来到魔塔时 所拥有的力量 已经和大魔法师不相上下 而且她还比任何人都更加熟练的 操控自己这碗里的魔法 强悍的力量 才能甚至让人心生畏惧 虽然被誉为 当之无愧的魔塔主的继承人 但她的身份依旧只是修炼者 并不是真正的魔法师 因为魔塔主看到了 少年内心深处的阴暗 仅存的第一次记忆给她带来的 是无底洞的黑暗 所以这孩子很成熟 甚至都让魔塔主有些愧疚 她对她的教会是不是不正确的 因为前段时间的腰伤 杰里米亚便替老师跑腿 她很高兴 这是老师对自己的信任 魔塔主认为是时候了 你想得到魔法师的称号吗 我再给你布置一个作业 若能解决此事 那我就给你称号 我这里有一封委托信 看到公爵家的标志印章 杰里米亚的神情瞬间暗淡下来